旅行的快乐时光总是那么的短暂 沉浸在美景中不舍得离开 那好在每次旅行我都会拍下很多照片 回家之后就可以时不时的打开它们 在后期的时候再慢慢的回味这些风景 那这也是我当初为什么想要学习摄影的原因 十月是每年的一个拍摄旺季 北部的红叶陆续的出现在不同的地区 那这下就可有的忙了 如果今年您不小心错过了 那就只好等明年了 为了让大家都能够留住秋色 把一年当中最美的季节记录下来 今天就给大家来分享一期 比较实用的后期调色教程 利用Lightroom当中的四个小工具 轻松的修出秋天的氛围感 大家好我是艾莉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跟我一起玩摄影 今天咱们主要来关注一下后期的调色部分 那如果您想要看更全面的教程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城市行者课程当中的第五集 季节摄影技巧 那对于拍摄的详细方法 比如说如何选景拍摄的时机 以及相机的参数该如何设置 还有呢就是对焦的模式 会有一个比较系统的讲解 是一个完整案例的手把手教程 今天咱们的这个后期啊 是建立在RAW文件的基础上进行调色的 那圆片打开之后呢 看起来会比较的灰 不会像JPEG那样带有很多相机内的设置 那刚好啊 咱们就拿它从零开始来聊一聊 照片当中的颜色控制 在后期前呢 我对大量的秋天照片 以及电影的画面呢 进行了分析 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秋天的氛围感啊 就一个字 暖 哎这不就是我最拿手最喜欢的吗 暖色调 其实拍摄的时候啊 并不是那么的完美 因为不同的时间和天气 树叶的颜色呢 不会同时变成红色和黄色 还可能有很多树啊 还是绿的 没有开始变色 那这就破坏了暖色的一个整体感 在城市中拍摄的时候啊 要注意尽量不要把冷色调的物体拍进来 比如说现代的建筑 玻璃还有那种金属质感过强的 那如果是人像尽量找暖色系的衣服穿 那就对了 后期的方向呢 咱们的目的就是尽量把这些冷色系 往暖色调上靠 那这样秋天的氛围感自然就有了 提到暖色调啊 影响力范围最大的恐怕就是白平衡了 我之前呢 也推出过一期白平衡的教程 在这里啊 想多说两句 那其实没有最正确的白平衡 也没有最正确的色调 不必太纠结这个问题 我认为呢 只要是视觉上不违背 真实看到的色彩 不会让人看了觉得不舒适 那任何的白平衡都可以被接受 要么怎么说摄影有难度 它不简单呢 那就是因为它没有固定的衡量标准 每个人自己有自己的特点 所以怎么做都是对的 没有绝对正确的白平衡 这个说法呢 在秋天的照片里啊 也体现出来了 您看像这张照片 正确的白平衡应该是什么样呢 选择吸管 然后呢 找到照片当中的白色 像这个马路中间的这个隔离带 它肯定是白色的 吸一下 现在的这个校正白平衡的效果呀 确实也和我当时用眼睛看到的颜色呢 非常的接近了 那按照我之前所介绍过的方法呀 咱们还可以用一个硬质标 查看一下它是否正确 还是点击吸管 然后把它移动到一个中性色 也就是灰色 看一看最下方这三个数值是否平衡 它们呢是中性色的三原色数值 应该是平衡的 但是呢 此时此刻可以看到B 也就是蓝色呢 稍微的多了那么一点点 按下键盘上的上下左右的上这个按键 来微调一下色温的数值 那么此时此刻 这三个数值啊 就变得非常的平衡了 那么也就是所谓的 这张照片已经达到了正确的白平衡 那么现在的色温数值呢 是7600 所以呀我们姑且就说 7600是正确的白平衡吧 接下来呢 那如果我把这个色温的数值啊 向暖色的方向再移动一下 现在呢是9294 那么我们四手五度一下 就算它是9300吧 然后呢我再把下面这个色调啊 朝粉色的方向稍微的移动一点 原来呢是加15 29有点多了 可以看到公路呢变得太反了 所以能往回调一点点 取个整数就说是25吧 对比一下来看 您看现在是不是更有秋天的氛围感了呢 原本那些不怎么红的树叶啊 现在看起来更偏向暖色调了 那如果说刚才的7600是一个正确的色温 那么现在已经达到了9300 是不是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很强的伪合感呢 仍然是比较自然的范围之内 当然这个白平衡中的色温和色调啊 也不能调的太过分 可以通过观察树枝和树干的颜色来判断 像左边原来的白平衡呢 树枝和树干都过于偏向蓝色了 那么现在呢 看上去属于一个比较自然的范畴之内 所以呢 9300也不过分 那调整白平衡的目的呢 主要就是把照片当中色温色调不准确的位置 把它拉回到一个正确的颜色 消除偏色 然后呢 再在它的基础上 适当的来增加色温或者是色调 来空脱整体的气氛 那在调整整体之后呢 会有一部分局部的色温色调 可能会显得稍微有那么点不正确 比如说这个公路 那在这儿呢 就可以使用镜像滤镜 来单独调整公路 把它的色温色调呢 给拉回去 您可能发现呀 我这个界面滤镜呢 这一块稍微的有那么一点不一样 因为这是几天前呢 刚刚更新的最新版本 等我呀先研究一下它这个新功能 晚点呢 再和大家来分享使用的攻略 你看添加了镜像的滤镜之后呢 只有在滤镜范围之内 也就是车的这附近 它改变了这一块的白平衡 让它回到了当台正确的范围之内 咱们对比一下调整白平衡之前 和调整之后的效果 有什么区别 其实变化还是很大的 对不对 当照片中大面积呢 都是植物的时候 其实可以直接就跳到 界面最下方的校准功能 那这个功能模块啊 我之前也做过视频 详细的讲解过 其中这个蓝原色的色相呢 是我认为在秋天的照片里边 最立竿见影的调整了 它呢可以让照片当中的 黄色和绿色 立刻就变得暖起来 可以看到如果阔分调整的话呀 绿色和黄色就会全部消失 都变成红色了 但是这样呢 会让其他的颜色看起来呢 非常的不真实 那比如地面的黄色隔离带呢 还有路边的草 都会看起来这个颜色 特别奇怪 所以蓝原色的色相呢 也是拖到这些元素呀 看起来还算是比较正常的范围呢 就可以适可而止了 可以把公路和一些 不是植物的颜色呢 作为一个调整的衡量标准 把绿颜色呢 少量的再减少那么一点点 让现在画面当中所有的绿色呢 再偏向黄色一点 减少绿色的占有率 当然如果过分的调整 绿原色的色相呢 原来本来是红色的这些叶子呀 也会变得有点偏黄了 所以呢 也不适宜过多的调整 当然这也要根据您照片当中 绿色的面积而定 深秋的照片当中啊 很有可能是没有绿色元素的 而饱和度这里呢 也可以适当的增加 提亮这些原有的颜色 蓝原色的饱和度呢 也可以适当的再增加一点点 但是像我现在照片当中呢 其实整体有点是偏橙色 红色的部分稍微的有点少 那么如果想要增加它的层次感的话 红原色的色相 我也适当的增加一点点 因为增加多了 你可以看照片当中 所有的元素都会变得偏粉色 往这边呢 它又都偏黄色了 所以我们只添加一点点的粉色 让它有一个颜色的层次感 饱和度也是一样 不要增加的太多 来咱们看看 校准这个功能啊 它可以为照片带来多大的变化 把校准所有的参数调整呢 隐藏起来 虽然我们刚刚调整了这张照片的白平衡 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但是呢 秋天的氛围感仍然没有那么浓 通过校准对颜色的渲染呢 让整张照片从初秋一下子呢 就有了深秋的感觉了 再和这张照片没有调整任何的参数之前 最原始的RA文件 它的效果去对比 已经有非常非常大的变化了 画面中元素过于复杂 那么就要分别对待 不能统一的大面积一起处理了 分别处理的方法呢 分为两种 一种是按照颜色分别对待 那就用到了HSL颜色工具 它呢可以分别对单一颜色的色相 饱和度 以及明亮度做出调整 这个功能呢 有两种显示的方法 按下HSL这三个英文字母呢 它会按照类别来划分 当然呢 也可以选择全部 来把这三个类别呢 同时都显示出来 屏幕大的电脑呢 我推荐您选择全部这个选项 一目了然 省去了这个来回切换的麻烦 另一种显示的方法呢 是按颜色这两个字 它就会按照颜色来划分三个功能 以及显示所有的颜色和所有的功能 在每个颜色下面呢 可以分别调整这个颜色的色相 饱和度和明亮度 我呢个人比较喜欢HSL这种显示的方法 我呢也会推荐大家用这个模式 理由啊特别的简单 在这里边呢 有一个小工具 是在颜色里边啊 没有的 这个小工具呢 特别的方便 比如说我现在想要改变照片当中 某个颜色的色相 那点击色相左侧的小圆圈 然后呢将鼠标移动到 想要调整的这个颜色上 比如想调整这里的数 按下鼠标 上下拖动 当按下鼠标的时候啊 那个图标就会消失了 所以现在在屏幕上呢 什么都看不到 但实际上我的鼠标还在这个树里边 可以看到右侧橙色和黄色的色相呢 数值都改变了 这就说明啊 我选择的这个颜色呢 它是由两种颜色组合而成的 所以您现在明白我为什么会推荐您使用HSL模式了吧 因为有的时候呢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颜色 它该叫什么名字 哪里是阳红 谁是浅绿色 这太难了吧 有了这个小工具 是不是选择起来就方便太多了 总之拖动照片当中任意位置的色相 让原本的冷色调呢 都变暖 然后呢再用同样的方法去调整饱和度 让有颜色的位置呢 都可以变得更艳丽一些 那鼠标向上移动啊 是增加向下移动呢 是减少 如果对亮度也有微调的需求呢 那明亮度这里啊 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去调整 例如拖动天空呢 可以降低天空的曝光度 那同时可以做到增加天空原本的蓝色 如果过分的调整呢 就会出现颜色的断层现象 那么就说明调整的有点过了 赶紧往回啦 分别去处理的另一种方法 就是按照亮度来处理 那这就是颜色分级功能 之前呢我也做过视频来讲解过这个功能 非常的好用 当然呢 它也是会影响整张照片的 比如说日落的照片呢 可以在高光当中添加一点粉色 那更有那种晚霞的感觉 我呢比较喜欢在中间色调啊 添加暖色 在阴影呢添加绿色 让照片多一点胶片或者是电影的感觉 并且呢在颜色分级的功能里边啊 也是可以调整明亮度的 说是四步啊 其实可能都用不了这么复杂 那除了白平衡必须要调整之外呢 校准HSL颜色和颜色分级这三个功能的模块呢 不需要全都用 它们之间呢也是会相互影响的 那对于秋天的照片啊 我在后期的时候最常用的 还是白平衡和校准的搭配组合 那在后期的时候呢 可以先从大范围的全局色彩开始调整 白平衡肯定是第一步要调整的 然后呢试试校准或者是颜色分级都是很好的尝试 那遇到单一色彩需要进行微调的时候呢 再去使用HSL颜色工具小范围的来调整 那总体来说呀 咱们还是追求原汁原味 不需要太浓重的修饰就能达到效果 不是挺好的吗 在相机内直出JPEG当然很方便 那同时多保存一份RAW格式的文件 稍带手啊练习一下后期调色也没什么坏处 毕竟呢咱们是想要未来发展的更好吧 给自己一些进步的空间 相信呢每个人都可以玩好摄影 感谢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ID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在这里呢我会分享旅行摄影的小技巧 以及后期调色的教程 最关键的是啊 这些教程都是免费的 当然呢也欢迎购买我的 城市经者系列教程按照不同的案例呢 详细的梳理知识点 总结我自己的拍摄经验 带您一步一步的完成后期调色 欢迎留言或者是私信来查看 课程的详细安排 咱们下期见